二战时期的吸血鬼不仅能随便幻化,还能控制人的心智。 大尔菲的纳粹士兵绑架吸血鬼一家,从此走上不归路。 话不多说,开始今天的故事——血船。 夜幕笼罩下,一艘橡皮艇在漫无边际的海面上随波漂流, 因为船上的人物有点多,能起代号的咱们就不用名字了。 就在所有人近乎绝望时,不远处出现了一艘纳粹军舰。 横竖都是死,倒不如不微薄,说不定单车便摩托。 尚未看了看身后的女护士,担心到了船上后,里面的坏人会对她图谋不归。 女护士表示,女人就是要战斗,不要因为她拖了大家的后退。 来到军舰下面,他们大声呼救,然而军舰上的灯亮着,甲板上却空无一人。 他们扯破嗓子大喊救命时,受伤的苏联男人亚历山大,瞥见一个小女孩站在甲板上。 可定睛再一看,小女孩又消失不见了。 难道是眼花吗? 亚历山大深藏公与名,不仅英语说得六,枪法更加不得了。 他用上尉仅剩的最后一颗子弹,成功将绳子打在了军舰上。 随后,船上的人顺着绳子和扶梯,陆续爬到军舰上。 殿后的上尉刚爬上扶梯,就发生意外掉进海里,被水下的螺旋桨活生生搅成了肉泥。 突如其来的大雨,让大家的心情更加郁闷。 唯一庆幸的是,现在总算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。 但很快,他们便察觉军舰有些不对劲。 偌大的船,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 亚历山大和胆小的厨师到驾驶室查看时,发现这里的救生船已经被人破坏。 之后,两人又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,赶紧把黑胡子辛克莱夹了过来。 原来,驾驶军舰的船员不是消失了,而是死了。 尸体被灼烧得惨不忍睹,亚历山大见过毒气把人烧焦的样子,但这种死状,他还是头一回见到。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,辛克莱让两人一定要保密。 和其他人会合后,对于尸体的事,他们闭口不谈。 一行人走进军舰内部,地板上一个诡异的洋娃娃引起了他们的注意,看起来有些黏透了。 燕镜哥在当兵前是个古董商,他说,这个娃娃是个古董,制造于1780到1830年之间。 说话间,之前在甲板上闪现的小女孩又出现了,她正躲在暗处观察一行人的动向,拿到军舰构造图之后,辛克莱安排所有人兵分两路。 燕镜哥,女护士和辛克莱前往无线电视,看有没有办法和外界取得联系。 机械师老黑则带着亚历山大还有厨师前往引擎室查看。 这艘军舰在无人的状态下是怎么在海上持续航行的? 无线电里传来德国人的声音,辛克莱不敢回应,燕镜哥这个大聪明,催促辛克莱赶紧求助。 辛克莱递给他无线电,想死的话你来说,在搜没有德国人的德国军舰上还敢让德国人上来,不是胆肥这是蠢。 毫无疑问,燕镜哥属于后者。 老黑这边,他发现锅炉在转动,但润滑油没了,引擎压力已经到达顶点,现在的锅炉犹如定式炸弹,一旦波及弹药房,随时能把整艘军舰都炸飞。 当务之急,必须关闭引擎,厨师不同意,要是关了之后再也不能启动呢,那大家不都得死在海里。 尽管如此,老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,引擎关闭的同时,船上的电力系统彻底瘫痪,无线电也沦为摆设。 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头顶的又一只胶尸,吓得厨师差点原地去世。 处理完引擎室,三人来到厨房找食材,幸好还有一些能吃的罐头。 这时,星克莱气冲冲地找过来,质问老黑,凭什么一声招呼不打就关了引擎? 不关,难道让船爆炸吗?老黑理直气壮,因为这件事两人发生争执。 关键时刻还得是女护士,一出面就顺利控制住了局面。 继续找食物时,戴着防毒面具的小女孩像大耗子一样从柜子底下窜了出去。 亚历山大把餐刀放进袖口,以备不食之虚,然后和其他人一起追了出去。 他们找到舰长时,结果只看到舰长死向可怖的尸体。 尸体手上还攥着斧头,星克莱推测就是这把斧头破坏了军舰上的救生船。 可舰长为什么不让人离开呢? 鼻子间的亚历山大闻到尸体上散发着汽油味,看来舰长很可能是自焚而亡的。 这时,房间的椅子上传来响动,是那个神出鬼没的小女孩。 女护士拿着洋娃娃上前安抚,不料手却被女孩咬了一口,虽然很痛,但女护士并没有生气。 一个小孩在船上待了这么久,实在太可怜了,可能是受到什么惊吓才做出这么过激的行为吧。 女孩冷静下来后,总算开口说话了,可惜说的是罗马尼亚语,没人听得懂。 老黑在房间里找到一把冲锋枪,子弹还剩六颗。 女孩对女护士放松了戒备,虽然罗马尼亚语听不懂,但名字还是听得出来的。 从对话中可识,小女孩叫玛雅。 玛雅着急忙慌地要带女护士去一个地方。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女护士还是跟着去了,其他人也紧随其后。 玛雅带着他们来到下面的船舱,在这里,他们不仅又看到了礁尸,还发现一个惊魂未定的德国水手。 在辛克莱的安抚下,水手的情绪渐渐稳定,可当他看到玛雅时,又变得惊恐万分,嘴里还不停地大喊着怪物。 之后又说了一大堆,问题是没人听懂。 水手彻底失控,胡乱地朝着他们开枪。 亚历山大的腿被子弹打伤,老黑虽然手握冲锋枪,但枪法太烂,不仅没打中水手,反而被对方一枪爆了头。 危机关头,亚历山大扔出餐刀,这才刀死了水手。 辛克莱拿走手枪,甚至连扎在水手身上的餐刀也被他收入囊中。 此时众人惊讶地发现,这里是货舱,囤积着大大小小的物资。 厨师注意到一个画着老鹰土旺的木箱子,打开后里面装着的全是金条。 辛克莱让他别嘚瑟,要是回不了家,金条可不能当饭吃。 放金条的箱子旁还有一个奇怪的木箱,里面都是一些驱魔用的装备,十字架,圣水,短剑等等。 辛克莱和厨师决定保密,别让其他人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。 为了帮亚历山大取出腿上的子弹,大家来到医务室。 这时,女护士发现眼镜哥不知所踪。 厨师说他早就跑了,担心他有危险,辛克莱带着厨师去找人。 临走前,他把手枪给了女护士,但女护士不喜欢打打杀杀的,转手又把手枪给了亚历山大。 辛克莱和厨师找到箭长室,虽然眼镜哥不在这里,但两人有了更重要的发现。 通过桌上的照片,他们了解到,纳粹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一幅棺材,棺材外面的雕刻很特别。 厨师认为,棺材的主人身份一定不简单,说不定放在棺材里的陪葬品都是金银珠宝,找到了那可不得了。 临近哥正在无线电视里忙活,一通胡乱操作,竟让他瞎猫碰到死耗子。 无线电恢复了运转,他立即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,可惜迟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 辛克莱找到一个奇怪的日记本,本想让厨师来看看,可他一回头,厨师早就跑得没影了。 原来,剑前掩开的厨师又偷偷折回货仓,想把金条据为己有。 之后,他又打起另一个大木箱的主意,撬开后,发现里面装着的竟然就是照片里的棺材。 厨师用斧头撬开棺材上的铁链,然而里面没有金银财宝,而是一个沉睡的怪物。 厨师听到脚步声,回过头,发现是辛克莱找了过来。 然而,下一秒悲剧发生,怪物苏醒,一口咬断了厨师的脖子。 辛克莱缓过神来,立刻逃出去,把舱门反锁。 女护士这边,玛雅听到吸血鬼的嘶吼声,眼睛变得诡异起来。 没等女护士做出反应,玛雅就扑了过来。 厨历山大想救人,却成了玛雅的下一个目标。 女护士被玛雅甩飞了出去,混乎间,她看到了面目猙獰的玛雅。 危急关头,赶来的辛克莱开枪吓退了玛雅。 无线店里传来了德国人的声音,眼镜哥是前英国情报局里的破译人员, 他为了活下去,愿意向德国人出卖任何情报。 听到这儿,对方爽快答应,一定会派船来找他。 可是,眼镜哥可能没有机会了,他被突然出现的玛雅咬了一口。 辛克莱三人组观看舰长室留下的录像带,得知了棺材的来历。 几个月前,德国纳粹跑到罗马尼亚的一座山顶古堡中,绑架了里面的吸血鬼一家。 玛雅正是吸血鬼的女儿。 纳粹把他们装进棺材,带到了军舰上,但不知道什么时候,玛雅逃了出来。 船员被他咬伤后,死的死,转变的转变。 舰长在转变之前,用斧头砍坏了救生船,防止转变的士兵逃出去。 接着又让军舰偏离原来的航线,而他自己也在最后走上了绝路。 通过日记本上的记载,吸血鬼一家是血族,他们能随意改变形状和外观,喜欢在夜间狩猎。 亚历山大难以置信,这种小时候经常听到的睡前故事竟然是真的,能消灭血族的只有盛气。 辛克莱想起之前在箱子里看到的驱魔装备,但箱子放在货仓一时半会儿根本拿不到。 吸血鬼这边,他打开隔壁的棺材,用自己的血唤醒了吸血鬼妻子。 辛克莱三人组找到眼镜哥时,他其实还活着,但因为脖子被吸血鬼咬伤,他已经沦为吸血鬼的傀儡。 吸血鬼借助眼镜哥的身体将亚历山大一拳打飞,之后又掐住辛克莱的脖子举高高。 眼看叫勾带时,从不杀人的女护士还是破了戒,他捡起吊在地上的参刀,给了眼镜哥一刀。 临死之前,眼镜哥恢复了理智,然而他再也回不到日思夜想的故乡了。 军舰上回荡着吸血鬼的笑声,女护士忧心忡忡,因为他的手也被玛雅小伤了,随时可能像眼镜哥一样被吸血鬼操控。 故事发展到这里只剩下三个幸存者,亚历山大、辛克莱和女护士。 为了生存,他们决定先下手围墙。 安全起见,先除掉小吸血鬼玛雅,再想办法对付两个大的。 发现玛雅之后,三人把她困在事先洒好汽油的狭小空间里。 见情况不对,玛雅变成女护士女儿的样子,向她求救。 女护士失去理智,竟然想救人,辛克莱赶紧把她拉到一边,亚历山大将点燃的打火机丢了进去。 玛雅的身体瞬间烧成一个火球,听着女儿痛苦的嘶吼声, 货舱里的两个吸血鬼也发出了悲痛的尖叫。 刚除掉小吸血鬼,女护士的伤口就变得严重起来,皮肤也发生了变异, 似乎用不了多久,女护士也要转变。 随后,她被吸血鬼操控,打开了货舱的门。 对付玛雅的吸血鬼父母,难度肯定要升级。 为此,亚历山大回到舰长试找装备,在这里她找到一把信号枪和两颗子弹。 放开神秘的日记本,没想到里面还镶嵌着一把制作精美的十字架。 亚历山大把十字架踹进口袋,然后找到货舱这边。 好消息是,吸血鬼不在,她顺利找到了装着驱魔装备的木箱。 坏消息是,吸血鬼并没有完全离开,而是躲在暗处伺机而动。 亚历山大拿起一瓶圣水,却发现水中映射出了吸血鬼的影子。 回过头,什么都没有。 疑惑之时,吸血鬼杀了个措手不及。 虽然亚历山大眼疾手快,将瓶子砸向吸血鬼的脑袋,但她的肩膀还是被咬伤了。 要说这个吸血鬼也挺搞笑的,要还击就趁早,但她就废话一大堆。 进入,亚历山大开了一发信号弹,然后火速逃出了货舱。 辛克莱这边,她听到了妻子呼唤自己的声音。 妻子以为辛克莱战死沙场,之后就改嫁给了别人。 辛克莱不想打扰妻子幸福安稳的生活,所以这些年也没去找过妻子。 不过她对妻子的爱与思念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。 辛克莱被女吸血鬼幻化的妻子迷了心智,好在最后关头,亚历山大朝着夜空发射信号弹, 并且成功把辛克莱拉回现实。 女吸血鬼被子弹击中后倒地不起,辛克莱接过亚历山大丢来的斧头,准备动手。 呃,说好的驱魔装备呢? 好吧,不重要,女吸血鬼又变成辛克莱妻子的模样,出出可怜的求饶。 不过这一次,辛克莱全程清醒,她没有手软,而是举起斧头,砍断了女吸血鬼的脑袋,防止她再复活。 亚历山大一脚把头踢进海里,不远处传来了船的鸣笛声,刚才发射出去的信号弹,应该已经被船上的人看到。 亚历山大和辛克莱想到一个计划,先与女护士会合,然后再炸掉军舰。 亚历山大和辛克莱找到弹药房时,看到门上面写着几个大字,千万别打开,但投铁的两个人完全不在乎,打开后傻眼了,里面观着的都是转变成吸血鬼的纳粹士兵。 事已至此,两人硬着头皮进去一顿狂砍。 经历结束,亚历山大向辛克莱展示了肩膀上的伤口,被吸血鬼咬过的人要么死,要么被掌画,他已经别无选择。 亚历山大让辛克莱去找女护士,他留下了引爆军舰,虽然不忍心,但眼下没有更好的法子。 辛克莱走后,亚历山大准备动手,就在这时,吸血鬼出现。 面对他的超能力控制,亚历山大只能拿着十字架努力对抗。 快要撑不住时,他用十字架烫伤伤口,吸血鬼被波及,控制能力也跟着减弱。 亚历山大抓住机会挥动手中的斧头砍向弹药。 军舰爆炸的同时,辛克莱带着女护士跳进了大海。 不远处,一艘英国人的船渐渐逼近,两人会顺利脱险吗? 事情显然没这么简单。 女护士在水下完成转变,然后咬死了辛克莱。 故事最后,女护士被英国人救到船上,此时的他们哪里知道,救上来的根本不是一个人,而是怪物。 等待他们的必将是一番腥风血雨。 电影上于2019年,故事漏洞比较多,既然吸血鬼怕火,那一开始就用火烧不香吗? 明明知道女护士被小女孩咬伤了,却当作什么都没发生,完全是降制操作。 此外,电影从头到尾也没交代纳粹抓捕吸血鬼一家的目的是什么,是拿到博物馆展览吗? 好了,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。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。